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自从俄罗斯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开辟了新战场之后 近期的袭击是越发密集的针对州首府哈尔科夫市 前天俄罗斯再对哈尔科夫展开了袭击 导致一栋五层楼高的民宅被炸毁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五十二人受伤 对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 自本月初以来 俄罗斯已经对乌克兰发射了2400多枚的制导炸弹 是一种以高准确度来设计的精确导引武器 而其中有大约700枚都针对哈尔科夫 明显是有预谋的恐怖行动 那当然 乌克兰也不能够只是挨打 一名俄罗斯官员表示 自从美国向乌克兰亮绿灯 允许他们使用美制武器之后 乌克兰使用了五枚由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 袭击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尼亚港口城市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超过一百人受伤 俄罗斯国防部认为 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的美国 必须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 俄罗斯前天再次加强对乌克兰边境地区哈尔科夫的攻势 导致一栋五层楼高的民宅被炸毁 多人伤亡 从画面可以看到 民宅的外墙严重受损 马路被炸出一个大坑 就连停在附近的车子也遭殃 现场一片狼藉 救援人员抵达后 立即展开救援行动 进入被炸毁的民宅寻找生还者 至于乌克兰方面 昨天则以导弹袭击了 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尼亚港口城市 塞瓦斯托波尔市 当时一枚导弹在当地一个海滩的上空爆炸 民众慌乱逃离海滩 还有人被导弹的碎片击中 塞瓦斯托波尔州长受访时 将这场袭击归咎于美国 在当地击击射 峰台中的声音 在韩阳西亚港口城市 本期是冬天,当地人们放了好温度 在平坏时尼亚港口城市 看起来的电台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